來看就照現在有計劃 六天一天只有七天而已 一年有七天的家庭照顧家 就算是數到不能算薪水 另外現在就希望你在公共 政策望路北台連署 跟現主席七天的家庭照顧家 調整到十二天 六黨部部長甲冰村 他說效果還是能夠討論 不只如果是要算薪水 這就怕要上市的蘋果 五年刷徒四拜 做老母的感覺很煩惱 就快要向公司請兩點鐘的保休戒 帶孩子去盡量給醫生看 我知道有七天的家 如果有什麼突發大狀況 很疏忍或什麼 那個使用的很快就消耗掉了 如果是他回到這個病床來看 最嚴重的是在頭前的三天 孩子會發生出票含薪水煮的症頭 這也是最要照顧的時間 如果要四天雖然說這些症頭有比較輕 不過他的團黏力要是很強的 不然是說去遇到孩子這樣停庫一遍 現在現行的六黨一年有七天的家庭照顧家 就整個都用去了 實在是很困難 雇主都會依照法律來走 請的時候就會講一下話 看之前的這個規範 說無人員一年有七天的有薪水的遜家 一般的六黨一年也有七天的家庭照顧家 可以跟合入去這個遜家來計算 六黨如果是想要請家 顧主是不可以計算的 也不可以影響到褲子 不過親家的時是沒有薪水的 現在就有家庭在公共政策 忙碌的平台在連署 希望可以跟家庭照顧家 對一年七天跟條件到十二天 另外也可以有這種 沒有薪水的平台 從防疫的立場來講 停止上班上課 讓父母親去陪他 可是從我們工作職場的立場來講 可能除非是公家機關 否則私人機關很難做這種事情 你怎麼可能讓你的員工 休息一個禮拜在家裡 路同部回應說 如果想要提供家庭照顧家的工所 這是可以討論的 不過如果是對整個台灣 目前有這個六黨八百零四萬人 來計算 確實說 大家 增加一天有薪水的家 這樣顧主的成本 就會計出九十九億兩千萬 是不是可以來幫這個有薪水的家 這就要更經過平義蘋果 記者中的報道